水沟排水不及直接在路中形成小喷泉 另一头整条马路 泥土夹杂雨水瞬间变成小黄河 这是2021年10月原归台风对台湾造成的危害 但明明台风从头到尾只被定调为青台 而且远在菲律宾根本没来台 却在北台湾东台湾再来惊人雨势 全台损失背近7700万元 秋台威力之大 专家说就算没铺台也能造成损害 东北季风配合上地形加上一些水气 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异常的降雨 这个在东北部特别在宜兰那个区域 或是新北市的这个沿海的区域 很容易发生这种异常的降雨 东北季风一旦遇到夹带充足水气的台风 加上地形助攻产生共奔效应 就像化身这场子的威力惊人 线属过往秋台 1987年零人台风也是通过巴士海峡 却对北台湾造成剧烈影响 2000年的象神台风 2009年的巴马台风 2010年的美极台风 也都曾因为共犯效应 造成剧烈降雨灾害 不是每一个东北季风配合上台风 都会有共犯效应 这个要两个搭配的刚刚好 才有办法得到 那通常美极每一年呢 都会出现个一两次的 这样的个案会发生 气象鼠表示 未来三个月 北太平洋西部海域 每个月至少有一个以上台风生成 秋台不可避免民众只能严加戒备 把灾态降到最低 今天新闻我要听陈志峰 采访不到